漂亮的女学生一把将男老师拦在校外,扬言追不到她是不罢休。 这个女孩名叫彩蝶,是个既漂亮又叛逆的高中女学生,眼神清澈,肤如凝脂,可她偏偏爱上了已婚的男老师。 林耀国向来斯文矜持,对待工作古板老套倒也十分尽致尽责。 胡彩蝶经常跑到办公室,假意学习的名义靠近林耀国,任何男人都会对如此清纯有趣的女学生有好感。 林耀国也不例外,但她时刻谨记自己既是丈夫又是父亲,永远不得越界。 林耀国越是这样,越是挑起彩蝶的性质。 林耀国的妻子文静是她的高中同学,她是个学霸,喜欢坐在前面的女同学文静。 因为坐在后面,林耀国只能看到文静乌黑浓密的头发。 她非常羡慕讲台上的盛老师可以每天看到文静的面容,因此林耀国立志成为一名老师。 然而深情却总被辜负,文静却深深爱上了讲台上高谈阔论的盛老师。 盛老师结婚多年却无子。 在文静的猛烈追求下,盛老师渐渐妥协,与文静维持着地下师生恋的关系。 不久后,文静意外怀上了盛老师的孩子。 然而此时,盛老师的妻子同样也怀上了孩子。 盛老师面临艰难选择,一边是单纯可爱的女学生,一边是相伴多年的妻子。 文静因此陷入了巨大的困境,她的爱情彻底破碎。 当时堕胎是不被许可的,必须由家长陪同。 走投无路的文静只好投靠一直爱恋自己的男同学林耀国。 于是林耀国顺利接盘,她与文静结了婚,也成了孩子的父亲。 这一抚养就是十几年,林耀国一直将盛老师的孩子视如己出。 林耀国实现了当时的梦想,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过着按部就班的生活。 文静也很贤惠,爱或不爱早已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正努力把日子过好,然而一家人平淡的生活就在这一天被彻底打破。 时过境迁,盛老师已经成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他主着拐杖出现在文静的面前,想要找回自己的亲生骨肉。 盛老师与妻子离婚多年,如今又患上肾衰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于是文静心软了,回家和林耀国商量,主动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盛老师, 并连连保证绝不会耽误给家人做饭。 话虽如此,林耀国的心里还是像埋下了一根刺,见妻子就无比抓毛。 他和妻子逛超时,听着文静讲有关盛老师的现状, 就是入睡前也能听见妻子滔滔不绝地回忆着与盛老师的点点滴滴。 林耀国更加气愤,当年结婚是迫不得已,原来文静一直不能忘怀与盛老师的爱情。 那林耀国又算什么呢? 于是林耀国心有不满,偏偏这个时候,在学校里迎来了桃花韵。 他在学校里被中人瞩目,掌握着部分权柄,也是男人魅力的一种。 胡彩蝶就痴迷语文老师林耀国,不仅总以各种理由去办公室找林耀国, 就是放学也寸步不离地跟着林耀国。 这天,两人同乘一辆公交车,相互贴近四目相对, 就连呼吸都散发着青春期的荷尔蒙。 林耀国被胡彩蝶堵在路边,胡彩蝶的爱是那么大胆之皆。 许是文静给了太多压力,林耀国渐渐对清纯靓丽的胡彩蝶动了心, 他想要放纵自己一次。 林耀国终于能够理解当年盛老师被年轻貌美的文静吸引, 那种情难自已的感受,那种内心疯狂的冲动, 这种心跳加速,小鹿乱撞的感觉无比美妙。 一个周末,胡彩蝶约到了林耀国,两人一起逛商场, 胡彩蝶不识粉袋都美得让人移不开眼, 看着胡彩蝶大胆地调戏老师,还拿过林耀国的奶茶猛喝一口。 这么亲密的举动,胡彩蝶的眼神里尽是戏虐和得逞后的满足。 这是他们第一次约会,一个以证人君子著称的语文老师。 一个如花灿烂的女学生,两人一起看电影, 林耀国的手早已按耐不住,但他的理智告诉他, 自己必须要维护人民教师的气节。 从此以后,林耀国的心便不在家庭,也不在妻子身上。 他开始隐藏秘密,满脑子都是胡彩蝶似水的清蒙, 和他那一贫一笑的温柔。 年少时喜欢的文静,如今因为过度操劳略显悴。 再加上文静最近的心一直在盛老师那里, 林耀国自然而然便开始偏向胡彩蝶。 胡彩蝶是个学渣,逃课,打架无所不为。 唯独喜欢林耀国的语文课,胡彩蝶热爱写作, 他的作文还得过奖。 林耀国特意带着奖杯去找胡彩蝶, 明明是个三等奖,林耀国却悄悄换成了金牌, 只为博得胡彩蝶一笑。 然而对于胡彩蝶来说,见到林耀国才是他最好的奖品。 林耀国想起盛老师,当年他也是盛老师最得意的学生, 考试没得奖,盛老师也是亲自买了钢笔安慰他。 然而命运真是可笑。 林耀国不仅娶了被盛老师抛弃的文静, 还数十年如一日地抚养着盛老师的孩子。 盛老师这三个字就是林耀国的心结, 他猜忌妻子,因为妻子舍不得丢掉旧东西。 那些与盛老师有关的物件,文静还一直留着。 林耀国越来越烦文静, 同时又对胡彩蝶越来越情不自禁, 甚至不介意胡彩蝶称自己为男朋友。 两人的约会愈发频繁, 有时候是公园散步, 有时候是游山玩水。 林耀国深深喜欢这个不羁性格的胡彩蝶, 他的身上浑身散发着青春的魅力。 然而林耀国并不是事事都得意, 一场同学聚会彻底击垮了林耀国的自尊心, 母校需要建设。 因此这一届的学生们自发组织了一场同学聚会, 为要商讨对母校投资相关事宜。 聚会上曾经偏偏少年, 个个都成了油腻的中年大叔。 他们经历过社会的洗礼, 有人成了爆发户, 有人成了商业奇才, 也有人成了地产大亨。 唯独当年的学霸林耀国如今却是一穷二白。 林耀国成了一名教师, 每月领着少得可怜的薪水, 家里还有两个儿子要养, 房子又小又拥挤, 林耀国唯一的尊严就是付钱, 尽管旁边坐得个儿顶个儿的富有, 林耀国最后的腰杆子就是付了自己那一份饭钱, 绝不占别人任何便宜。 林耀国只觉得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人生还真是一场马拉松, 学习并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有许多人厚积勃发一跃成名, 在社会地位上远超过当年的学霸们。 林耀国心有不甘, 然而让他更加感到不甘心的还有学校。 林耀国就职的学校刚做出调整, 准备将学校打造成一个理科的天堂, 以理科著称的名校。 这样一调整, 让专注教文科的林耀国更没了一席之地。 眼下, 林耀国的日子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同学会上抬不起头, 又不被单位重视, 家庭条件格外差, 就连夫妻感情也面临着挑战。 林耀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 人到中年才发现, 一生不过是平平淡淡, 碌碌无为。 文静不能理解丈夫的冷漠, 林耀国也不能理解妻子的执着, 于是两个原本相互守望的人渐行渐远, 为了让家庭多一分收入, 林耀国不得不屈身到老同学家里, 给他的儿子当家庭教师。 地位财富的悬殊, 让林耀国的自尊彻底碎了一地, 只剩这点自己动手风衣足食的气节活着, 然后到酒吧上班的老同学那里吐槽, 若说林耀国的日子里还有什么新鲜, 那必然数得上有趣又青春的胡彩蝶, 他是林耀国满地碎渣的日子中唯一的甜头, 是他能暂时从糟糕的世界中出来喘气的地方, 听着胡彩蝶那些可笑的见解, 听着他宛如同龄般的笑声, 那般无忧无虑, 就像天空翱翔的雄鹰那般自由自在, 他没有婚姻的枷锁, 没有生活打磨的痕迹, 有的只是对未来的憧憬, 胡彩蝶一直是主动出击, 先是频频出现在林耀国的视线里, 接着尝试约他出门, 渐渐地他们约会, 看电影, 逛商场, 胡彩蝶知道自己的计划正在一步一步得逞, 接着轻轻地一个吻, 只留下林耀国独自在风中凌乱, 林耀国彻底沦陷了, 沦陷在胡彩蝶青春的梦幻里, 那是林耀国不愿醒来的梦, 他在胡彩蝶家的电梯里来回独步, 他在犯错与回头之间来回挣扎, 于是林耀国选择打开了自家的门, 但这扇门的世界是冰冷的, 文静因为照顾盛老师没有回来, 只让儿子买了几份便当, 林耀国气得一股脑全都丢进了垃圾桶, 带着两个儿子出去吃大餐, 文静回到家满脸的忧伤, 因为盛老师昏倒, 被送进了ICU, 可能这一次怕是永远出不了院了, 林耀国心软了, 谁会和一个将死之人计较呢? 看着他含辛茹苦养大的大儿子, 林耀国释怀了, 想起年轻时的盛老师, 想起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的诗词, 林耀国将大儿子的身世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他不信, 跑去找文静求证, 文静也坦然承认了 盛老师是大儿子的生父, 当众人都以为文静真心爱着盛老师, 以为文静不计前嫌, 在盛老师病重的时候到他身边伺候他, 然而文静的心中也是有无数的恨, 照顾他只是想在道义上过得去, 而他却在盛老师拿水时冷漠相看, 文静一度觉得这才是盛老师应得的惩罚, 而所谓的照顾盛老师其实只是想要亲眼看着他痛苦挣扎, 这才是文静想要的结果, 看着当年伤害自己的男人遭到天前最满足, 而不知所以然的林耀国却怨恨妻子, 以为文静与盛老师旧情复燃, 于是林耀国沉醉在胡彩蝶的奇妙世界里, 碰撞着爱情的小火花, 这里是深圳, 是胡彩蝶辍学打工的地方, 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 每个人在这世界里沉醉着放肆着, 为了胡彩蝶, 林耀国千里迢迢追到深圳某间酒吧, 找到了穿的花枝招斩喝得烂醉如你的胡彩蝶, 林耀国也渐渐投入纵情玩乐的世界, 仿佛只有这里可以忘记凡间的一切, 林耀国与从前截然相反, 他将自己灌得烂醉, 仿佛只有这样他才敢将多年的压抑倾泻而出, 仿佛如此才能将内心对胡彩蝶的喜爱说出来, 酒店房门口, 林耀国犹豫了, 看着胡彩蝶他一步也挪不开脚, 这个晚上, 林耀国彻底突破了他维持多年的底线, 然而这个夜晚, 妻子文静却一刻也没合眼, 客厅是他给丈夫准备的饭菜, 只是丈夫整晚都没有回来, 跟他所喜爱的女学生整夜待在一起, 第二天, 林耀国从深圳赶回来, 他想和妻子解释什么, 文静却只字未提, 他何尝没有年轻过, 何尝没有疯狂爱过盛老师, 现在的胡彩蝶像极了当年的文静, 而如今的林耀国又像极了当年的盛老师, 文静不用问, 所有的答案都在他心里, 林耀国看着正在家里做家务的妻子, 看着对着镜子打扮的小儿子, 看着他所熟悉的一切, 可又觉得哪里开始陌生, 究竟是自己变了, 还是一切都变了, 回家的第一件事, 林耀国给大儿子写下一封深情款款的信, 记录着他第一次做爸爸的心情, 更是他与大儿子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林耀国给大儿子的父爱一点都不少, 他事如己出, 如今之所以告诉大儿子身世, 一是告诉他盛老师曾经是他尊敬的老师, 二是希望大儿子的人生没有遗憾, 第二天, 林耀国便带着大儿子去见了盛老师, 那个卧床许久, 却思念成疾的父亲, 这一次见面也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的见面, 过往的那些是是非非, 就让他过去吧, 人若一直活在过往和悔恨中, 将彻底枉费这一生, 盛老师去世了, 林耀国和文静也重新回归家庭, 一家四口的感情依旧如初, 时过境迁, 林耀国的学生们都已长大成人, 有的也双双步入婚礼的殿堂, 而林耀国也再次重逢胡彩蝶, 他仍旧那么张扬, 仍旧那么美得不可方物, 胡彩蝶交往了新的男朋友, 是个有钱的富二代, 他与林耀国的故事已经彻底画上了句号, 临走前胡彩蝶交给林耀国一本书, 那是高中的历史课本, 里边的每一页都画着林耀国的卡通画像, 林耀国傻傻地笑了, 胡彩蝶是他整个暗部旧班的人生中, 唯一一抹疯狂韧性的色彩, 林耀国活成了盛老师, 也做出了和他一样的现在选择, 因为林耀国知道, 人生纵然有偏离轨道, 难能可贵的是浪子回头, 他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知道自己该履行的责任是什么, 知道家庭对他何等重要, 知道人生注定无法割舍亲情, 故事的最后, 胡彩蝶实现了自己对人生的追求, 交往了高富帅, 靠着他父亲成功开了一家店, 而林耀国和文静紧紧拥抱在一起, 他们确定未来的日子还要跟对方一起走下去, 古人云三十而立四十不惑, 人到四十真的能做到不惑吗, 往往四十岁才迎来中年危机, 家庭的危机, 情感的危机, 事业的危机, 扑面而来, 林耀国是一名高中语文男老师, 这在许多人眼中看起来是十分性感的职业, 带着成熟男人的魅力, 更是无数大疏控女孩心中的男神, 林耀国总是一副古板的扮相, 戴着眼镜, 看起来更能给人刻板的印象, 就像那场同学聚会, 林耀国的古板与周围那些同学的事故, 滑稽地阔绰,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林耀国自知那张桌子上没有自己的地方, 于是仍旧回到自己的小天地, 三尺讲台上指点江山, 他一直以教书育人为人生至高无上的荣誉, 而穷却让他不得不接受老同学八百元一节课的辅导课邀请, 从而让拮据的家庭略显宽泛一些, 林耀国一生刚正不阿, 纵然在遇到生活的考验时偶有跌倒, 或者偏离正直的航线, 但林耀国却能做到过而改之, 就像他疯狂迷恋胡彩蝶, 那个看着他的眼神永远水波流转, 充满柔情蜜意的女学生, 曾经错过但他过而能改, 善莫大焉, 人生本就是一条直行线, 没有返程, 更没有重新来过, 偏航在人生的轨迹中仍是常有的事, 唯有不断偏航, 不断回转, 接受提醒和教训, 才能在一条直线上跨越整个生命的长河。